好 首先你先打開你的SPSS對不對 好 打開之後呢 你如果看到你的介面是英文版的 好 你的介面如果是英文版的 那你怎麼改中文版在Edit這裡 好 第一個你先選Edit 好 編輯 中文就要編輯 那你如果想要把中文版改英文版 我也不反對 好 來 在編輯這裡呢 點下來 點下來 最下面有一個Options Options就是選項 好 這裡叫Options Options就是選項 好 來 當我點了Options之後呢 它就會進入到選項的畫面 好 選項的畫面裡面這邊有很多 它有兩個地方可以改 一個呢 是Language 這裡有沒有看到 語言 這裡有兩個喔 有看到 對不對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異呢 來 第一個 上面這一個 對不起 按掉了 Edit裡面的Options 上面這一個 上面這一個 上面這個是跟Output有關的 就是你輸出去的時候 你的語言 也就是說你未來 如果你要寫的是英文的Paper 你的論文是用英文寫的 或者你要寫英文的報告 那你輸出去的時候 就把這裡 這裡要改成是什麼 英文 但是你的介面還可以看到是中文喔 好 那另外一個Output是什麼 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是這裡 另外一個語言是這一個 這個叫做User的Interface Interface就是介面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介面 你看我現在看到的介面 包括所有的選項 所有的字都是英文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的介面 所以這個地方我要改 所以有兩個地方要改 來 上面這裡改 那這裡拉下來有這麼多個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對不對 第一個是英文 第二個是法文 第三個是什麼 俄文 義大利文 日文韓文 你想要哪一個都可以 阿這個咧 俄文 不錯 阿這個咧 波蘭文 你的真的很厲害咧 好 好 阿再來咧 這個是什麼 簡體中文 阿這個咧 阿這個咧 欸 很厲害啊 這個就是簡單的中文對不對 好 然後 阿這個是什麼 傳統的中文對不對 好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 正體的中文 繁體的中文 所以你要選最後一個 可以嗎 那這個介面也要選最後一個喔 OK 我先介面先不要選好了啦 讓你看看 好我之後把上面語言改最後一個 介面我沒有改喔 這時候我按一下OK 然後再OK 好你的介面有沒有變 沒有對不對 它一樣是什麼 一樣是英文喔 可以嗎 好 好這時候我先把這個 Edit裡面的Options 好再改一下 如果我把這個英文改成 最下面這個繁體中文 然後按一下OK OK OK 它就變成什麼 團體中文了 這樣可以嗎 你想改英文怎麼改 在編輯裡面的選項 這應該不用講 因為不會有人改 對不對 把語言改成英文 把這個語言也改成英文 它就會變英文了 看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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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